经过了股东会密集的轰炸期后 下周股东会正式结束 台股也进入了下半场 有什么重点活动 马上来听听本周的DJ有事吗 在美股的部分 我们这次采访永峰金证券 分析师指出 近期美股涨多拉回 但以NASDAQ来看 已经连续四个月上涨 而且周线连巴红 涨幅已经非常大 也非常久 拉回休息一点是很正常的 对往后的走势也比较健康 加上最近的经济数据好坏参半 严准会升息升到5%以上 究竟会影响到下半年 景气多大的幅度 这个大家都还在观察 尤其是已经涨这么多的情况下 第二季财报季也将至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 谨慎的心态开始出现 7月即将开始的美股财报季 企业也得交出财报的成绩 出来让大家打分数 也让人有种潮水准备退了的感觉 但这并不是悲观的论述 而是一个健康的牛市 本来就会需要这些很基本面的东西支持 要顺利过关才能走下去 以中性的情境来看 分析师认为 即使有衰退压力也不会太大 之前历史上每次升息 每次大衰退的最坏状况 在这次应该是可以避免 就和FED主席鲍威尔讲的一样 当然或许看到成长率会越来越少 失业人数一直偷偷的在增加 但毕竟也已经升息到5%了 要说完全没有影响不可能 但最坏的状况应该可以避免 分析师认为 升息升到这么高 只要下半年的通膨滑落的速度更快 例如年底的核心通膨 或核心PCE来到4%以下 那到了年底或者是明年初 也许还会有降息的机会 股市在经历这些小小的考验之后 还是很有机会喘口气再上 中长线的情境还是乐观的 那些科技创新上很厉害的公司 或者是指数大盘 都还有上工的机会 整个牛市的行情还没结束 回到台股部分 本周在热门族群的部分 透过XQ全球赢家看盘系统 我们选出药品通路 以及原料药两大指标 还有成衣族群 其中药品通路以及原料药 股价的启动都跟市场 为7月底的升进展 先暖升有关 另外这两个族群 也算是生技股相对获利较佳的族群 在药品通路的部分 涨幅较大的包括信一 股票代号4175 陈业一 股票代号4164 药亚股票代号4138 纽华股票代号4120等 而以产业营收YOY来看 药品通路因为去年的机器因素 第二季营收多半是年减 第三季之后年减会收链拼转正 一财通路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第三季动能续墙的部分呢 包括陈业一 主要是因为国防部的标案订单路障 药亚则是因为有自营通路持续展店 营运也看向上 有华去年亏损 今年则拼转营 而在原料药的族群 同样也受到7月底生技展的带动 另外部分厂商产能开出 也为营运偏动能 其中涨幅较大的包括中化生 股票代号1762 以及台药股票代号4746 据线上记者表示 在中化生的部分 鱼由EPA原料仍供不应酬 公司是全球主要的供应商 连续性的制程开出产能 跳增后再跟客户谈量谈价 未来几年成长无余 而台药降胆固醇磷酸盐 第三季也会有一条新线开出 营收足迹成长 另外就是转投资的台新药 市场传即将授权 台康生的生物相似药 也会接受FDA的重新审查 推动股价的动能 而在陈一族群 这个族群我们比较少谈到 但近期的涨势明显 主要领涨的包括巨洋 股票代号1477 主要是因为被0056纳入成分股 而整体来看呢 陈一族群下半年比上半年好 拼第四季年成长率转正 会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趋势 在下周大事的部分 在股东会旺季结束后 回到一个活动的清淡期 这一点我们记者团队都很有感 下周的记者会活动 包括7月6号 日日车会举办 Nissan Altima小改款发表会 这款车定位为新旗舰房车 随着原厂供应逐渐改善 日日车下半年还会再推出 Nissan以及Infinity品牌的新车加持 营运有机会升温 下周国泰金控也将举办 国泰永续金融季 气候变迁高峰论坛 这是近年来7月固定的活动 也会谈谈国泰金 在近零排碳的成效 下周也将有新贵股米斯特 股票代号2911的法人说明会 米斯特是台湾评价服饰品牌 去年已经推出了三个服饰品牌 以及新增了21家门市 公司持续进行线上线下资源整合导购 今年规划再推出第四个品牌 预估今年旗下品牌的实体门市展店会再增加10家 7月下旬会送件 申请转上柜交易 下周也有一档台股新兵要介绍给大家 金面金属加工厂商六方科KY将回台第一上市 并于下周7月5号召开法说会 六方科从1990年就前往泰国投资设厂 主要产品应用是车用市场 销售对象遍布欧美以及日本著名汽车第2万的客户 其他还有医疗电子光纤市场 未来还会迁入半导体设备领域 过去两年都维持赚一个股本的成绩 另外即将进入下半年 7月开始也有一些新智上路 有一些很明深的议题 譬如说行政院通行月票 健保门诊药费调涨等等 在这就不再赘述 我们特别挑出来跟资本市场比较有关的 就是7月起平均地权条例五大措施上路 包括禁止预售屋转约 重罚炒作等等 不管是房地产业者或是学者都一致认为 这项政策将会抑制了预售屋的投机炒作风气 同时也会让房市景气降温 只不过因为目前全台的土地成本还是很高 而工资原物料也都在高水位 在成本推升下 今年下半年要看到房价下跌并不容易 但长期来看政策应该对于压抑价量飙涨 还是有帮助的 那对营建股的影响这部分呢 部分的建商看法是比较悲观 譬如台中的总态建设前董事长吴锡坤 预估成交量将萎缩至2021年全盛时期的三成 未来销售期将大幅拉长 所以要把公司更名 营业项目也要采多角化因应 那更多的建商是不再推预售案 而采先建后售 慢慢盖 成屋之后再慢慢卖 所以未来购地到路障的周转率势必拉长 毛利率也会从之前动辄三四成降到25% 净利率也会从过往的25%降到十多% 线上记者分析 接下来营建股可以观察几大重点 第一口碑建商 这种销售率没有问题的品牌厂 相对可以稳定获利 譬如说国泰 润泰 华固等等 第二参与政府都更或者是捷运连开案的 不用砸土地成本 那跟着轨道经济走 案源无余 譬如说贯德 御胜生 第三有多角化布局 譬如说切网 商场 营造 环保等等的 这种分散单因产品风险 相对也会受到比较大的青睐 譬如说心路 贯德 第四 最重要的 观察过去五年十年 不管景气震荡 都能稳定配席给股东的 也是较安心长期关注的厂商 譬如说 长虹 华固等等 以上就是本周的DJ有事吗 2023年又过了一半 从年初的悲观气氛 这半年来台股也有超过了2800点的涨幅 下半年希望大家也都有不错的投资表现 那我们就下周见啦 拜拜